彭丽媛陪同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 马屁金,外交部长王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拍马屁的时刻 十一日,他在外交部网站发表文章圣战 夫人外交是这次访问的亮点 彭丽媛的魅力外交积极着用于提升中国软实力 王毅的战歌背后是要给外交部贴金 给习近平个人崇拜加码 在拍马奉承的同时也顺便为自己捞点实惠 前些天,社交媒体上流传一张 彭丽媛去部队高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照片 其身份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 港媒对此进行了报道 一时间,彭丽媛新的身份在海外传开 港媒报道对彭的新身份用的是李氏 这两个字也就是不确定 不过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这个机构还是存在的 然而,彭是否出任其专职委员 目前无法证实 彭丽媛会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一样走上历史的舞台吗? 实证分析人士唐靖远先生认为 承认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并有少将军衔的彭丽媛 实权以涵盖党政军系统 远远超出一个花瓶装饰性的作用 他在外交、内政有实质性的参入 这种状态已成趋势 他认为王毅突然公开的彭丽媛出访高调的战术 使他嗅觉敏感 觉察到习有意识推高彭的地位 在舆论上和党内有序的为他走上台前进行蜂蝶 实证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也认为 王毅是寿命向国内外放风 宣传彭丽媛的表现 这在中共党内是不寻常的现象 突选了彭丽媛地位的上升 陈破空说 传闻说彭丽媛可能进政治局 甚至可能进入中央军委 根据二十大后把政治局委员留下一个 二十五个变二十四个 单数不变表决 故意留了一个 以前政治局有女性 现在缺少一个女性 这是习近平虚伪以待 外界想象这个位置就是留给彭丽媛的 但同为实证观察人士 邓宇文先生 这认为不太可能 邓先生在文章 彭丽媛不太可能 公开走向中国政治前台中指出 彭做考评委员会 专制委员 其实很适合 虽然解放军的选拔和考核将官 有一套标准的流程 但归根到底要什么样的人才和将官 由军委主席决定 还有谁比彭丽媛更了解习近平的想法和要求呢 严格执行他选拔标准 由彭把官 肯定能为习主席选到既忠诚 又有军事才干的将官 何况彭也担任过多年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 中国高校的领导 首先要做好的事 就是处理好复杂的人事 同时个人的政治要过关 因此彭为考评委员会专制委员 其实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海外最近也流传一个说法 说7月份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 要将彭丽媛征服为政治局委员 本届政治局没有履性 只有24名不太符合开会投票 要激素的常规 这个名额是为彭预留的 彭如果进局 一跃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下来很多重要的事就可以教他去处理 那么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了 理论上说 只要事情没有发生 各种可能性都不排除 况且从实际上看 最高领导人当政10余年 打破了多少惯例 再弄出个大响动 也不是不可能 这话说的有理 这个老习啊 再搞点什么花花草草 其实也可以理解 人家连国家主席任期制 说打破就打破了 还有什么规矩可言呢 虽然呢 两个月后就能鉴别争伟 也就是7月份 这个三中全会就要开嘛 但现在可以说 彭在三中全会 成为政治局委员 是不可能的事 哎 这个邓玉文怎么会认为这么 而肯定呢 他认为啊 习不会让他成为第二个毛夫人 倒不说最高领导人 想不想这么做 他是怎么想的 外界不知道 但不能去做 尽管他的权力看起来大到无边 给人感觉似乎在国内没有做不成的事 而过去十年也确实改了共产党许多政治规矩 然而在看似随心所欲的背后 还是有一些政治规矩和政治禁忌是不可能随意更改和打破的 那就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党主席制 被外界吵了多时 一度认为啊 习在二十大上会改总书记为党主席 这个事没有发生 尽管多次修改党章 可党章中债民反对个人崇拜 这句话还留在那里 这是为了装门面吗 不是 是不能删 从当局得最高领导人的赵神看 要是人删 早就删了 原因很简单 删去这句话和费总书记改党主席一样 都是会出大事的 保留总书记制度 保留反对个人崇拜 这句话 他的政治含义是 尽管理权力非常大 但在党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约束 因而个人独裁虽然让很多人不满和无奈 但还是在可容忍的程度之内 可把这两者都抛弃 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你公开要的就是个人崇拜 就是要从制度上公然凌驾于全党之上 因为党主席制意味着从制度上赋予党主席最后决蛋的权力 他比政治局所有的成员 比政治局这个集体的地位还要高 而总书记再加上核心的称号 名义上还是党中央集体的一份子 不能超越党中央之上 所以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废除了他们 等于彻底抛弃了中共自成立以来所得的经验和教训 破坏改革以后得到党内完全共识的所有的政治规矩 这就会威胁到所有人的利益 因此最高领导人一定要掂量掂量 会不会遭到全党的反对 让第一夫人走向政治前台 也属于这种不能为的事 是经历过文革夫人专政的中国人 不能接受和反对的 夫人干政 如果凭的是夫人的政治资历和革命的贡献 那不过是换一个性别的专政 就像过去的皇帝和如今的政治领袖专政一样 不是不可以接受 然而如果不是凭自身的本事 而是凭夫人的身份 被丈夫推上前台 得全党发号撕裂 人们是不会接受的 即使一时奈何不了 但对背后那个真正专制者 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会埋下祸根 文革垮台和毛形象的崩塌 多少余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的量下脱不了干系 他的所作所为 让全党对他人神共愤 事后看来实在是起到了为毛政权挖政治墙角的作用 这个历史教训 想必如今的政治领导人不会不考虑 也许彭在前台不会像江那样 就是说了江青那样霸道 但问题不在于第一夫人行事的作风 而在于他公然介入党内高层政治 得不到全党的认可 硬要这么做 人们就有理由怀疑 习近平要搞家族政治 把共产党政权变成习家政权 将党天下变成习家天下 可以预料 如果最高领导人发出这样的政治信号 无疑把自己和他的妻子往火上考 不出多时 这个政权是一定会垮台的 再从现实看 彭丽媛要在三中全会入局 面临程序难题 彭不是中央委员 他先要解决这个身份 而中央委员是党代会选举的 不是中央全会决定的 过不了这一关 也就不可能当选政治局委员 所以这是个伪命题 之所以这样流传 一是最高领导人权力太大 让人们误以为他做什么都可以 二是高层政治的不透明 然而不管怎样 只要对中共历史有所了解 有一丝正常的思维 就不会让夫人走进政治权力中心的下策 现有迹象也看不到这一点 事实上习如果有心 让彭丽媛品尝权力的智慧 不会现在还是一个军委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 从彭2017年任命为政治工作部 评审委高级委员起七年过去 恐怕也该把他放在一个重要的多的位置上 才对 显然习也就是把他在这个位置上呆住 有限参与对军队干部的选拔靠河 替他对军队的人士把关 他是不会让他成为第二个毛夫人 这只会无是生非 掀起不应有的政治巨浪 您看看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都出来了 从习个人的性格来说 他颇有毛泽东无法无天的基因 所以让彭丽媛走上政治舞台 也确实并非不可能 但从政治理性和谋略上来说 等于文的说法有道 让彭丽媛入局其实是下下策 但历史啊 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也常常令人额挽长叹和无畏杂成 江青彭丽媛其实都是有才华的艺术家 但他们很不幸和中国的政治连在了一起 从而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轨迹 政治使他们风光无限 但他们是艺术家 不懂政治 再加上无法在权力的顶峰控制自己的欲望 最终能为政治的网污 如果江青执着于艺术 如果没有政治野心 他的人生也许会圆满得多 彭丽媛如果积蓄江青的教训 不参与政治 或许在老习败落后 还可得善终 但如自不量力 永当革命起手 其写局 自然也会令人唏嘘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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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